大家好,我是古海的諾亞方舟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贴心提醒记得开启CC字幕哦 今天要来回应网友想了解的个股 春元钢铁 春元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65年 1989年上市 资本额64.76亿 股票代号2010 春元钢铁 从早期进口热钢钢板及钢卷加工 到后来钢结构工程制造 电池钢材充製 特殊钢销售 特钢带钢研及自动仓储设计 和制造等各种钢铁相关产品 旗下有七大事业部 分别为钢板、直销、特殊钢、特钢带、细钢、自动仓储、银件 营业占比的部分 钢板占最多有47.66% 其次是工程收入有29.48% 剩下的占比都在10%以下 内外销分布的状况 台湾内销就占了96.4% 可以算是内销股 钢铁业产业链的部分 上游原料有钢胚与不锈钢胚 需要透过链钢程序来制造 链钢方式又分为高炉链钢与电炉链钢 高炉链钢的代表厂商为中铢 其高炉链钢的主要原料为铁矿砂与胶煤 中油的部分分为碳钢类与不锈钢类的产品 纯原钢铁正是属于钢铁产业链的中油 下游的应用产品则是相当多元 各类的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等等 基本上都是属于钢铁类的下游 有产业链可以得知 上游需要原料 因此原料的铁矿砂等等的报价 对于中油都会产生影响 而下游的需求力道 也会对中油造成影响 因此中油的存货控制就相对重要 而春园主要的原料供应商就是中钢 2019年在原物料供给面 是受到原物料价格剧烈波动影响 加上需求面受到美中贸易在影响 因此在2019年的EPS 当然就不会太好看 展望2020年 原物料价格大幅波动 加上需求消费也受到影响 整年算是充满挑战 不过在第一季的法车会上 对于建筑业是呈现看望 尤其是办公大佬与杜耕 还有台积电厂房3纳米的兴建 村园营造承接案 大佬比重是占了60% 厂房占了20% 其他则是20% 另外 村园钢铁释出消息 准备跨入离岸风电产业 果不其然 在最近的新闻就有出现 村园钢铁跨足离岸风电商机 吃下新达海基大丹 这五一对村园的营收是大大的加分 接下来看一下第一季的表现 第一季的营收是呈现连针 营业毛利也是连针 营业净利也是连针 在业外没有太大的变化之下 本期净利也是连针 最后的EPS也是呈现连针 再来看一下第二季的表现 第二季营收呈现连针 营业毛利连针 营业净利也是连针 在业外没有太大的变化之下 本期净利也是连针 最后的EPS也是呈现连针 代表村园钢铁 整体的表现都是成长的 负债比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维持在40%附近 2020Q2的负债比比较高 是因为合约负债与其他应付款项变多 那么什么是合约负债呢 简单讲 合约负债就是公司已经拿到订单 也已经预售客户的钱 但是产品还没有交出去给客户 举个例子来说明你就懂了 小名向A建商买进一间预售屋 双方签订合约 并先预付订金与签约金 还订定工程期款的付款期数 这时候预付的订金与签约金 就是合约负债 因为你先付钱给厂商 但是厂商预售都还没改 等到厂商真的建好交付之后 A厂商合约负债的款项 才会转为营收来任列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合约负债可以视为在手订单 也可以视为后续营收的领先指标 配股配息的部分 上市以来连续34年配股或者配息 算是很稳定的公司 近10年的盈云分配率 除了2016年之外 都在65%以上 算是很大方的公司 殖利率的部分 都是有3%以上的水准 不算很高 但也不算很低 等一比的部分 则是25%不算很高 也不算低 股价净值比的部分 则是只有0.73% 算是偏低 春元近几年的走势 都是往南的趋势 主要还是因为EPS 从2017年开始是大幅衰退 不过在2020年 营收持续成长之下 再加上离岸风电的营收益柱 营收渴望大幅成长 再加上良好的经营策略 在2020年第一季与第二季的表现 对比去年同期 算是表现相当好 今年从3月之后 股价就开始一路缓慢爬升 而在风电的加持之下 最近的走势是突然狂升 目前所有均线已经拉开 是形成多头排列 是多方的走势 在筹码的部分 外资则是卖超 投信没有进场 反倒是融资 则是陆续进场 基本上春元在上半年的表现不错 下半年还有离岸风电的预注 在营收持续成长之下 加上风电的题材 股价能否重返荣耀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以上的资讯分享给各位朋友咯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皆为个人心得 本能无邀约推介之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个股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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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